下一個重點叫做 昼夜的長短變化 這裡有一張圖 這張圖可以以後考試又畫這樣的圖 然後問你白天長還是晚上長 這個圖的畫法有兩種 有一種地球是直的 太陽是斜的 有一種是太陽是平的 地球 地球是斜的 但不管哪一種畫法 基本上意思都一樣 有太陽照的一邊 叫做白天 眉太陽照的一邊叫做晚上 然後呢 就開始地球有在轉 地球有在轉 這一半 就是白天 這一半 就是晚上 然後就看它的長短比 你就知道是白天長還是晚上長 那各位可以從這張圖裡面看出來 這張圖畫的是誰長 一樣長 陽光是哪裡 赤道 所以呢 當陽光直射赤道的時候 全世界都一樣 長一圈 白天 晚上 所以 誰比較長 白天長 所以當陽光照在北半球的時候 北半球白天長 然後呢 夏至最北 所以夏至的時候 北半球 咒最短 月最長 我們剛剛才過完 冬至沒多久 歸規限 夏至這一天 在夏至這一天的時候你可以看到 這個地方轉一圈 這個地方轉一圈 全部都是白天 那麼這裡是 北尾90度 Y23.5 Y23.5 所以這裡是66.5度 所以叫北極圈 北極圈以上 繞一整圈 通通都是白天 這個叫做永咒 這一天叫做夏至 夏至的這一天 北極圈以上 全部都是白天要永咒 反之 這邊 繞一圈 都是什麼 晚上 叫做永夜 南極圈以上 叫做永夜 所以 夏至的這個時間 北極圈以上 都永咒 南極圈以上 都永夜 到了冬至就反過來了 到冬至就反過來 變成 北極圈以上 都是 永夜 南極圈以上 都是 永咒 就反過來了 這個是 某一天 某一天 夏至跟冬至那一天 什麼地方會永咒 什麼地方會永夜 然後 一整年 我們前面看圖 可以知道 我們的北極的那一個點 或者是南極的那個點 還有半年的永咒 半年的永夜 如果用北極來講 就是從 春分到秋分 是北極的 永咒 從秋分到第二年的春分 就是 北極的永夜 這是用北極來看的 所以呢 北極那個點 有半年的永咒 有半年的永夜 半年的永夜 永夜 有個地方 從底下的圖 可以分析 看得出來 從直射赤道 到直射 北回歸線 然後再回來 然後到直射南回歸線 再回來 裡面可以看出來 北極那個點 就是有半年的永咒 半年的永夜 永咒是從 春分到秋分 永夜 是從秋分到 第二年的春分 這個是 北極那個點 那這個是 這個是 有 半年 那有個地方 只有一天 就是北極圈的那一圈 就是66.5度的地方 他只有一天的 他只有一天的永咒 哪一天 夏至那一天 他只有一天的永夜 哪一天 冬至的那一天 他只有一天 好 66.5度 只有一天 90度有半年 那麼從66.5度到90度 就是緯度越高 永咒永夜時間就會越長 有人可能一個月 有人可能三個月 基本上就是要高緯度的地方 所以如果你夏天去北歐旅行 當然如果你超級世界不怕冷 你要冬天去北歐旅行也可以 你夏天去北歐旅行 去什麼丹麥啊 那個文維天上 你就有可能會碰到所謂的永咒 就是 5月12點 太陽還掛在天上 他不會高掛 他是斜 斜掛在天上 5月12點 還是亮 沒有 沒有晚上 那如果你冬天去的話呢 就會碰到永夜 中午12點 還是黑的 請拿手電筒照錄 因為沒有光 沒有 還沒有陽光 好 這要做 一天 北極那點是半年 北極圈那一圈是一天 中間的有人一個月 有人三個月 不一定 不一定 好 來這個就是一個 永咒的影片 因為他現在永咒 可是他太陽沒有很高 所以他只會斜斜地從窗外面照進來 而且 會照一個晚上都不會停 他不會停 好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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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就可以看那個太陽就是這樣跑的 太陽就是這樣跑的 好都不會下去 所以叫做 永咒 永咒 好重點 這裡的考試語的基本觀念就是這個 來 陽光直射北半球 北半球白天長 越北邊白天越長 陽光如果直射北半球 北半球白天長 越北邊白天越長 陽光越 陽光越往北邊走 陽光越往北邊走 北半球的白天就會越長 陽光越往北邊走 北半球白天就越長 好 改成問南半球就相反 改成問南半球就相反 基本觀念 解題的想法就是這樣 陽光直射北半球 北半球白天長 越北邊白天 越長 陽光越往北邊走 北半球的白天就會越長 OK 請問 有人有問題嗎 沒有 很好 好